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人在家中坐 婚从天上来 当燕哥从父亲口中得知 他就要嫁给父亲了 脑海闪过无数个黑人问号 结婚 和父亲 那座冰山 燕哥忍住口吐芬芳的冲动 与父亲再三确认 事实如此 二十年前 他出生的那一天 就被定下了娃娃亲 对象是那年已十岁的 傅家长孙父亲 而这门亲事 是当年还在世的燕家老爷子 和傅家老爷子亲自媒合的 当时 见证人有医院医生 护士 傅家一大家子 还有燕家了一大家子 所以 在事实面前 燕哥没有一丝推翻重审的机会 可是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呀 现在的年轻人 提倡自由恋爱 什么指父为婚 娃娃亲的都奥抱了 但父亲与其强硬 燕哥欲哭无泪 哟 我们家大小姐怎么了 傅家可是这一世鼎鼎有名的才雄师大 嫁给傅家太子爷 谁不偷笑啊 燕哥抓狂之际 楼上传来尖酸刻薄的言语 话音刚落 一身庸华打扮的方如斯 扭动着腰枝 从二楼走到客厅 贴着燕妇的身侧坐下 虽年过四十 但这些年在那张脸上 可花了不少钱 倒是保养得像个三十出头的美年少妇 父亲 就是被他这副勾人的模样 弄得失魂落魄的吧 母亲去世不到一年 就迫不及待让他进门了呢 燕哥从小就喜欢与他唱反调 他那么想他嫁 他就偏偏不如他愿 燕哥再次重申 爸 我不嫁 我都还没有毕业 燕妇话语平淡 只剩下半年而已 不碍事 燕哥治了一下 在争辩 但学生怎么可以结婚 不应该是以学业为主吗 要是被我同学知道我结婚了 那我 放心 我和傅家都商量好了 婚礼会一切从简 低调进行 不会有媒体报道 你学校里的同学也不会知道的 燕妇语气淡漠 陈述着他与傅家那边 达成的协议 似乎谈论着一桩不足挂齿的生意 燕哥顺时雨夜 下一刻心底涌起悲怅 原来 为了让他嫁人 父亲都已经想得如此周全了 也是 把他嫁出去了 就没有人在家里 继继续顶撞他那朵玫瑰花了 想必 方如斯不止一次在他面前投诉他这个性格乖张的女儿 怎么为难他了吧 燕哥忍住眼底的酸涩 一顺不顺地望着父亲 万念俱灰 好 我嫁 有时候 绝望不过是失望过了太多次 心灰意冷 便不再心存念想 他原本以为 父亲这些年 虽然对自己不闻不问 但他始终是他的女儿 他怎么也会护着他的 但在这一刻 燕哥才恍然大悟 父亲早已不是当初的父亲了 十年前 母亲病重 父亲那时候 整晚整晚守在母亲的病床前 燕哥以为 世间的爱情 应该就是父亲和母亲这样子的吧 最后 母亲还是丢下了他们父女两人 父亲因为母亲的离世 曾经颓废了许久 直到有一天 燕哥发现 父亲好像换了个人 他还来不及高兴 出现在他身后的女人 硬生生击碎了他对他的崇拜 原来 这就是男人至死不渝的爱情吗 父燕两家强强怜姻 因为燕哥的学生身份 避免媒体的大肆宣扬 婚礼虽暂时不能为外人说道 但排场到底是做足了 燕哥在自己的婚礼上 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 见到了自己的丈夫 他一身鼻挺西服 身长凌厉 见眉心眸 真真是长了一副好看的皮囊 只是那眼底的冰凉也是真的 燕哥知道 他并不爱他 而他也一样 他早就有交往多年的女友 据说是一名国际芭蕾舞者 燕哥虽不太关注娱乐八卦 但某次浏览新闻时 无意间看见那郎才女貌的合照 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燕哥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放弃自己喜欢的人 选择娶一个 他或许都没有印象的女人 但眼前的婚礼似梦又非梦 庄重洁雅的教堂 浪漫美好的婚礼进行曲 燕哥挽着父亲的臂弯 一步一步走向立在牧师一旁的男人 父亲在曲后 燕哥便不再期待自己的婚礼 而母亲在世时 他最爱玩的游戏便是过家家 他也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成为早婚一组 一切如梦幻泡影 层层叠叠 迷迷糊糊 后来 燕哥站在大雪纷飞的纽约街头 记忆里的那个人 与他 剩下的 似乎只有相互折磨的温存 新婚那一夜 他狠狠地要了它 似乎在发泄着些什么 不见一丝怜香惜玉 而他 也沉沦在那疯狂的攫取中 意图忘记被失望侵蚀的厉害的记忆 第二日醒来的两人 谁也没有提起昨晚的忘情 相对无言后 前后脚出门 一个上班 一个上学 因为不同路 连宋一成的动作都省下了 因为有车 某人像平日一样 上班时间还未到 就已经四平八稳 坐在了自己的办公室 而某人因为没车 火急火燎 使了吃奶的力气 还是没能赶上呼啸而过的公交 当燕哥赶到教室时 第一节课已经过去了大半 好友苏苏 照常罢了教室最后一排的位置 这倒是给迟到的燕哥提供了便利 趁台上的老师 面向黑板写字时 快速从后门闪入 然后在苏苏留着的座位坐下 苏苏本还偷偷在手机上敲字 突然一阵风在自己身边停下 抬眼 发现自己担心了整整两天的人 终于出现了 又惊又喜 压低了声音 小鸽子 你这两天干什么去了 今天第一堂课 可是灭绝失态的必修课 你竟然敢在他的眼皮底下迟到 燕哥缓了一会 压下喉间的喘息 扬起笑脸 果然就只有我家苏饼最关心我了 只是这次苏苏没有领情 直接无视掉好友的嬉皮笑脸 紧紧锁住好友的眼睛 说 这两天到底去哪里鬼混了 微信不回 电话不接 苏饼好像来真的了 燕哥有些头疼 如果他说 他周末这两天回家结了个婚 会不会过于惊喜 然后吓到苏苏 两点一线的校园生活 在五天后 父亲发来的信息中生生截断 他说 爷爷在他学校附近 购置了一套房 供两人居住 以免分居之苦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以免影响了造人进度 看完信息后的燕哥实话 他也无法想象 父亲是以一副怎样的神情 打出这些文字的 他明明不爱他 为什么还要听父老爷子的话 和他造人 虽然他清楚地知道 他与父家的作用 除了解决了父亲 这个大龄青年的婚姻难题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便是 延续父家的香火 对面的苏苏 见他一脸呆滞的模样 疑惑问道 吃到虫子了 燕哥机械地摇了摇头 放下手中的餐具 神情黯然 苏饼 我好像把自己给坑了 苏苏一愣 不明所以 燕哥停顿了片刻 决定与行友坦白 我结婚了 苏苏咽下嘴里的食物 哪个男人 燕哥略有思索到 我爸爸一个朋友的儿子 燕哥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没有说出父亲的名字 是因为他太过于耀眼 还是担心他的光芒 会灼伤了自己 以婚一个星期的燕哥 终于停下江湖一般 运转了快一周的脑袋 他此刻无比的清醒 他结婚了 嫁给了那个叫父亲的男人 仗着还没毕业 仗着那远离学校的别墅新房 燕哥光明正大 理所当然的留宿学校 而这些天 父亲也并没有到学校歹人 悄无声息 燕哥心更侥幸 或许他们可以做一对表面夫妻 互不打扰也挺好的 却没想到 惊喜来得这么快 走出学校食堂的两人 苏苏还未从方才的冲击中缓过来 燕哥忽然有些小后悔 或许他应该给苏苏先打个铺垫再说的 正打算开解他几句 却一眼望见不远处 那个鹤立鸡群的男人 顿时正住 站在大树椅下的傅锦 望见从食堂走出的燕哥 抬脚就走了过来 虽不刻意张扬 但顶着一张高标准的脸 还是引得旁边路过的女学生们 纷纷侧目 许是因为傅锦的气场太过强大 苏苏不知何时回了魂 拉着燕哥的手臂 激动不已 是傅锦 那个爵士损盘富家大少爷 燕哥苦笑 按了按好有激动的手 用眼神示意他注意形象 毕竟 苏苏也是A大高冷系美人绑上 台名前三的学姐 要让那帮学弟们看到了他这幅花痴模样 心底得多幻灭呀 腿长就是优势 转眼间 附近已经走到了燕哥两人跟前 苏苏刚刚按耐下去的激动心情又激扬起来 不过也马上发现了端倪 电光石火之间 脑海中闪过一道光 燕哥和傅锦 在好友打量的目光中 燕哥郑重地点了点头 苏苏压住自己想要暴击燕哥一顿的冲动 瞄了眼站在前方的傅锦 而后靠近燕哥附在他耳边咬牙道 刚刚怎么不说和你结婚的人是傅锦 晚点回去再收拾你 燕哥心虚地笑笑 不过也知道此时并不是解释的时候 而苏苏也非常识趣 放完狠话后拍了拍好友的肩膀 走了 独胜艺人的燕哥有些尬 站在原地望着眼前神情不明的傅锦 甘甘笑了几声 你怎么来了 傅锦言简一概 语气平淡 猜不透他的心思几何 接你回家造人 燕哥 于是 自由浪荡了五天后的已婚少妇燕哥 不得不认命 随着傅锦回了两人的新住房 果然很近 近到不过不成五分钟 就能到学校的距离 燕哥知道自己的小算盘算是落空了 只是他也没想到 傅锦是一个这么听话的人 傅老爷子说什么 他便听了什么 晚上的时候 他又是拼了命地折磨他 一次高潮后 他趴在床边纷纷地付匪 该死的男人 祝他早日精进人亡 只是他仍然低估了这个男人的经历 下一秒 他又被他一把捞了回去 他整个人轻浮而来 一次比一次强烈 而燕哥只能痛定快乐着地任由他折腾 毕竟如此严好活又棒的男人 他其实也不亏 据说 不知有多少女人削尖了脑袋 想爬上他的床 却统统被拒之门外 如今 他迟牌行凶 那些女人若是知道了 应该会很极度羡慕他的吧 只是 生孩子 啊 傅家的如意算盘 打得可真香 婚礼那天 燕哥无意中听到燕家的三两亲戚在议问 父亲之所以那般无情地把自己推出去 也是碍于傅家对燕氏施了不少的压力 因为傅老爷子一句 想见到长孙结婚 所以 燕哥不得不履行二十年前那一桩 看似很无稽的婚约 结束后 燕哥跑到洗浴间 摊胎掌心的小药片 一把塞进嘴里 合着自来水管道冰凉的清水 仰手咽下 在低头时 眼角的冰凉 惊了他一下 又抬手快速擦去 于婚姻 他已选择了放弃自主权 但于孩子 他不想再被动地生下 洗完澡出来的燕哥 发现床上的男人已经沉沉睡去 他掀了被子躺进去 闻到他身上清爽的沐浴香气 直到他去了另外的洗衣间清洗过 原来两人同样 无法带着对方的气息入睡啊 第二日 燕哥在迷迷糊糊中醒来 抓起手机一看 手机屏幕上只有苏苏发来的一条信息 醒了 找我 燕哥暗暗没心 昨天他走得匆忙 回宿舍收拾日常用品的时候 苏苏也没有打扰他收拾 许是知道下面有人在等他 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已不在屋里 燕哥简单梳洗后 到了与苏苏约定的咖啡店 我们是真朋友吗 见到燕哥后 苏苏直接来了一句灵魂拷问 燕哥坐下的身子一顿 知道苏苏是真的生气了 必须的 燕哥认真的看着苏苏 眼里盛满了我 不是故意的难言之隐 父老爷子病重 唯一的心愿 就是见到九代单传的孙子结婚 实属人之常情 只是不巧的是 那个被清点的倒霉新娘 偏偏是燕哥自己 燕哥心里对傅家是有怨气的 只是他心底也明白 若不是父亲的卖女求荣 若不是那冷漠的态度 击溃了他 他并不一定会如傅家所愿 嫁入傅甲 所以 于傅甲 他不过只是迫不得已 寻求欺身的候鸟 总有一天 他也会离开的 所以 他瞒着苏苏 因为他也无法预知 这场婚姻的有效期是多长 或许是一年 也或许是醒来的第二天 在这场婚姻中 他的心始终是无法着陆的 燕哥将自己的无奈与担忧讲出 苏苏安静地聆听着 燕哥脸上始终是平静的 但他眼里的荒芜 还是使得苏苏心里一疼 苏苏第一次认识燕哥 是在大一的时候 相较于其他有父母相伴 帮忙拖着提着大剑小剑来报到的同学 他们两人 均截然一人 一个行李箱便是他们的全部 他们同个宿舍 或许是气味相投 来自南北两端的两人 就此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但他们却又清楚地知道 对方都有着不愿意 轻易去揭开的伤疤 只是苏苏突然担忧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 燕哥真的能全身而退吗 傅老爷子八十大寿那天 为了不让人挑刺 燕哥还是精心打扮了一番 作为丈夫 父亲其实也算合格 就如现在 他亲自开了车来接他 因为上次他说他太过招摇 下次来学校找他时 可否寻一个不太显眼的地儿 他虽然皱眉 却也同意了 一路上 父亲没有过多的话 只是初初看到他时 眼里似乎闪过一抹赞许 燕哥没有心思去 探究他眼里的意味 想着今晚的应酬 思绪里添了几次苦恼 他最不擅长的 便是长袖善舞 傅家家族成员众多 关系错综复杂 每次会面 他都无法轻松自若 他从小便不喜欢 被人围观的感觉 但现在的他 因为傅家少奶奶的身份 被动地成为了 众人围观的对象 坐在傅家客厅沙发上 因为众人不同意味地打量 燕哥如坐针毡 眼神有些不自觉地搜寻 傅锦的身影 四处不见他 有些失望地收回视线 却被一只胖乎乎的小手 牵住了手 舅妈 舅妈 和我玩拼图图 傅锦亲姐姐的儿子 小明乐乐 刚满五岁 活泼得很 或许是因为燕哥有小孩缘 乐乐自第一次见过他后 便喜欢黏着他 乐乐盛情 燕哥自然不忍服了他意 借过他手上的拼图 在众人默许的注视下 和乐乐一起去了傅家的后花园 傅锦过来的时候 见到一大一小两大小孩 蹲在地上玩拼图 玩得不易悦呼 他想起刚刚在来的车上 那个女孩的眉头 始终是无法放松的 但此时的他 似乎卸下了全部盔甲 脸上的笑 一时间有些耀眼 舅舅 乐乐抬头时 发现他的到来 冲着他甜甜地喊了一声 他笑了笑 然后发现 那个女孩脸上的笑 却脸了起来 舅舅 你看舅妈教我做的拼图 好不好看 傅锦一走近 乐乐就兴奋地 举着手上的拼图成品 向他炫耀 好看 乐乐真棒 傅锦摸了摸 乐乐头顶柔软的发 夸赞了一句 姐夫三年前 因为一场车祸身亡 父母便接了姐姐和乐乐回家住 往日里 乐乐与他的感情堵深 小孩子很简单 却也敏感 从小缺失父爱的乐乐 对他更是黏身 是舅妈教的 舅舅你 也快夸一下舅妈吧 乐乐不邀功 同志的一句话 却让一旁的两个大人 一下子尬在了原地 燕哥先反应过来 急忙摆摆手 都是乐乐聪明 哈哈 不用了不用了 燕哥无法想象 付紧大手 附在自己头顶 像抚摸着一只小宠物那般的姿势 夸自己真棒这般景象 他估计 鸡皮疙瘩会掉一地吧 而父亲 见到他抗拒的动作 却也只是一笑 然后一把抱起乐乐 看着他 爷爷喊我们吃饭了 对于造人一事 父老爷子依然念念不忘 晚饭后 将父亲和燕哥两人叫到房里 而停念命了一番 回去的路上 父亲突然问燕哥 爷爷是不是顶你压力了 燕哥看向窗外的脑袋扭了回来 顶着车行驶的正前方 说着连自己都不信的话 没有啊 父亲朝他的方向看了一眼 没有再多言语 晚上的时候 父亲一直在书房处理工作 燕哥躺在床上昏昏欲睡 睡过去的前一刻 他似乎还听到他在打电话的声音 第二天醒来时 燕哥发现自己整个人贴在父亲的怀里 虎躯一震 然后趁着他还未醒 小心翼翼地从他怀里撤离 关上房门的那一刻 燕哥望着床上 那与平日里清醒模样 完全不一样的温顺五官 心底涌上一股不知适合滋味的滋味 六月的时候 燕哥毕业了 四年的大学时光 在毕业那天 彤彤定格在了摄像机的盒子里 全班同学 似乎除了燕哥和苏苏 他们的家人都来了 燕哥想起 父亲曾提过 是否需要他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他急忙摇头拒绝了 那一刻 他的眼底似乎闪过失望 却什么也没说 就出门了 燕哥望着壁上的大门张了张嘴 他其实有那么一瞬 想要解释的冲动 他不想他来 不只是因为他们隐婚的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和苏苏约好了 毕业典礼那天 他们要做彼此最亲密的见证者 因为燕哥知道 苏苏的家人不可能会来 拍完了大合照后 燕哥与苏苏两人 便从热闹的人群中钻出来 去经常光顾的小餐馆搓了一顿后 开始思考毕业后的路 苏苏说 他打算先工作一段时间 存够钱后继续读研 燕哥思索了好一会 道 我不读研了 我想一直工作 只是燕哥没有想到 父亲会关心其他的工作问题来 那天 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周末下午 燕哥抱着电脑 在沙发上刷着简历 而他从书房出来 捣水 看见的密密麻麻的屏幕 停了下来 问他 要不要去富士上班 燕哥顿了一会 然后选择了拒绝 他已经毕业 倒也不用再担心 因再度结婚这件事而引来的一样眼光 虽然当初选择引婚的原因 也并不全因为此 只是他突然害怕 自己与富家的牵扯越来越深 到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他会勒伤自己 经过近一个月的简历投递和面试后 燕哥终于成功应聘上 A是一家4A公司的广告策划 开始工作后 燕哥发现 忙碌起来的生活似乎过得飞快 而父亲本身就是个工作狂 以前只是一人忙碌 两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 当两个人同时忙碌时 虽在同一屋檐下 要碰上一面 似乎也变得不容易起来 但这样的生活 燕哥慢慢发现 其实也算不坏 各自忙碌 各自安好 挺好 当然 除了父老爷子时不时的催生服 幸好每次 又都被父亲撕两拨千斤 搪塞了回去 燕哥沉浸在工作中有些忘我 直到得知燕氏 出现了资金危机 父亲以为将他嫁进了富家 便可安枕无忧 可惜他似乎高估了自己女儿的价值 如若不是 富家怎么会在 明知燕氏出现资金断裂的情况下 仍冷不闻不问 袖手旁观 燕哥也没想到 燕家第一个来找他帮忙的人 不是父亲 而是方如斯 方如斯说 燕氏现在正处于水深火热中 除了富家 没有人能救他们了 燕哥冷冷地看着他 与我何关 他从来没想过要继承燕氏 也从来没想过要成妇姻 当那个同妇一母小 他整整十岁的弟弟出生后 他就知道 燕家的一切都将与他无关 如果不是因为燕氏这次出了事 燕家或许没有人会再想起他 燕哥最近一次回家 是在半年前 因为他没有如弟弟所愿 站在原地任他举着水枪扫射 弟弟生气了 坐在地上哭得那叫一个鬼哭狼嚎 方如斯说他怎么不让着点弟弟 父亲赤他光长了年纪 连一点点手足情都不见 他站在原地 认着两人左右加工 彻底冷了心 父亲虽然带他凉薄 但他始终想着他是父亲 将他嫁进富家 或许他也是无奈之举 但此刻看来 似乎又是他高估了自己 方如斯没想到 燕哥如此绝情 面对燕哥的嘲讽 他一时雨夜 过了一会 心有不甘又到 难道你就忍心看着你爸爸一手创建的公司倒闭吗 呵 爸爸的公司 恐怕早就被你方如斯一人一花揭幕了吧 燕哥心底暗讽 方如斯自嫁给父亲以来 公司但凡是高层的位置 基本都安插了他的亲信 父亲明知他的所作所为 却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由着他在公司自意妄为 伴着父亲打下江山的那些老臣子 看不过眼 联名谈劾方如斯 却不想被父亲一一驳回 这也是为什么燕哥从来不考虑去 燕氏上班的主要原因 方如斯至今如此担心 不过是因为燕氏若是在此时倒下了 他的如意算盘就打不响了 燕哥知道 方如斯之所以认为他有能力帮助燕氏 不过是因为他现在附加少奶奶的身份 但燕哥不认为自己有这般魅力 能让父亲拿出那么大一笔钱 不求回报去帮助燕氏渡过难关 啊 应该说是方如斯的燕氏 所以最后他一如既往冷冷地拒绝了方如斯 只是燕哥万万没想到 方如斯会因此而气急败坏 对自己下狠手 燕哥在一处阴暗破旧的小木屋苏醒过来时 发现自己手脚被绑 全身酸痛不堪 庞佛之前经历了长途颠簸 小木屋窗外的天色一片暗沉 事业隐约有人音闪过 继而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燕哥看不见屋外的景象 他压住心底的恐慌 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 他突然想 父亲会发现他不见了吗 他会来找他吗 舒尔又自嘲地笑笑 自己真是忙昏了头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他明明才跟他说他要出差一个星期 今天下午就出发 现在的他应该安全抵达他要去的地方了吧 燕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想起父亲 明明他们俩谁都不爱谁 不过是因为小时的一桩婚约 以及长大后的各自无奈被捆绑在了一起 以婚姻的名义 其实到底 父亲戴自己不差 虽然有时在床上时 他的强势还是令他有些吃不消 他试过抗议 他口头上答应 下一次却又忘了上一次的承诺 他还知道他是个工作狂 曾在心底付菲 这世上 估计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放下手中的工作吧 但那一次 他竟然把工作放下 去照顾发高烧的他 而且是整整两天 因为天气骤变 不小心受了凉 燕哥当晚高烧不退 他回房后发现他的不对劲 半夜抱起他飞车去了医院 期间 迷迷糊糊的他隐约听到他在打电话 后来他才知道 他发高烧的第二天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合作 等着他去洽谈签约 因为他的缺席 对方觉得 富士诚意欠缺 将计划搁置了 两人平时虽不常聊天 最常有的沟通 便是那床间的肢体交流 但这久而久之的碰撞 却似乎让双方越来越离不开彼此的身体 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有了这般危险的思想后 燕哥差些摔碎了床头柜上 两人的结婚合照 那一晚 他断着掌心的白色小药片看了许久 第一次对以往那个干净利落的动作 产生了迟疑 他甚至有一股冲动 将手中的药丸丢进马桶直接冲掉 一夜煎熬 一夜迟念 天刚蒙亮 瑞显残旧的铁门被人从外面打开 燕哥垂下的脑袋疏地抬起 警觉地望向来人 一高一矮 两个年龄相仿的中年男人 脸上不满力气 高个子男人在燕哥面前蹲下 大手死死捏住他的下巴 与带轻挑地与同伴说话 今儿仔细一看 真是可惜了这么一个美人 那边有必要这么着急动手吗 矮个子男人 闻眼脸色一变 狠狠地瞪了高个子男人一眼 有了钱 什么女人没有 你可别动歪心思 坏了咱们的事 高个子男人方 善善收回手 又一把将燕哥从地上提了起来 燕哥一惊 挣扎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哈哈哈哈 高个子男人大笑起来 似乎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 女人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有心情关心我们是谁 还不如想想自己 到底得罪了谁 被人锁命吧 高个子男人话音一落 燕哥就被他用力一扯 朝屋外跌跌撞撞而去 只是 下一刻 三人就被眼前的一幕堵住了去路 而那高矮两匪徒 差些吓破了膽 全身武装的警察 手举武器 伺机而动 枪口统一对准了前方 而立身在一帮警察中间的 那抹高大身影 分明是父亲 实力悬殊 高矮俩匪徒乖乖气泻 束手就擒 一夜的恐慌与无措 再见到父亲的那一刻 拳树卸下 燕哥立在原地 眼里全是父亲朝他奔过来的身影 他的脸紧绷着 燕哥很想抬手 帮他抚平那眉间的皱褶 只是他太虚弱了 刚触碰到他的温度 被他揽进怀里的那一刻 他强称的意识 悉数溃倒 看不见抱紧他的父亲 仿若寻回了珍贵的瑰宝 如释重负 后来 燕哥问他 是怎么寻到他的 他说 飞机起飞的前一刻 收到陌生电话 知晓他出事了 他转身下了飞机 然后报警一路追寻 他说得轻巧 燕哥却听得心绪荡漾 入口供的时候 他听见一旁的警察说道 那晚的父亲一夜未眠 差些没逼着他们全警察局的人员 清朝出动 幸好闻讯而来的牟顶头上司 好言劝阻了他 绑架一事绝非偶然 当父亲告知燕哥 事件的幕后主谋是方卢斯时 燕哥没有太过惊讶 只是神情有些黯然 想起了父亲 方斯原本想着绑架他作为人质 然后勒索附加一大笔钱 却不想行踪暴露太快 还未得逞 就被警察清朝包围 情急之下 贺令绑匪杀人裂口 脸得留下祸根 只是动作依然比不上警察的速度 终是自食恶果 再次见到父亲时 他两额的病脚染上灰白 坐在轮椅上 旁边是聘请来照料他的看护 燕哥看见父亲如丝弩样 眼底忍不住泛起酸涩 父亲似乎方从方如丝的精神 掌控中苏醒 见到燕哥回家 唇角颤了颤 欲言又止 许久后 望着身前安静地给他削着苹果的燕哥 哥 你受苦了 听见父亲日渐苍老的嗓音 燕哥手中的动作一顿 潸然泪下 父亲坐在他的身旁 在燕妇皮类上楼休息后 轻轻取下他手中的水果刀 和削到一半的苹果 将他揽进怀里 无声胜有声 燕哥靠在他宽厚的肩上 再一次放纵自己 释放内心深处的委屈 方如丝锒铛入狱 他在燕氏的势力 也被连根拔起 燕氏在父氏的持骨柱子下 终得起死回生 父亲问燕哥 愿不愿意回燕氏帮忙 燕哥犹豫了 没有及时答复父亲 那晚 父亲在床上问他 为什么不答应父亲的请求时 燕哥下意识地抱紧他的腰 将自己最无助的一面与他坦诚 我怕自己做不好 是的 他怕父亲期望太高 也怕父亲对他期许满满 几经轮转 燕哥猛然发现 自己似乎越来越依赖父亲 有时候 他遇上些工作上的烦恼 请他轻轻一点拔 他便能顺时毛色顿开 于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会向他讨教些职场上的一些事情 慢慢地 不自觉间 还会与他分享些趣事 每每这时 他都会认真地倾听 有时也会嘴角上扬 燕哥乐此不疲 却为发现自己的感情 开始迈向了自己都始料不及的轨道 傻丫头 你一定可以的 两久 父亲双手环过他的腰间 将他牢牢锁紧在怀里 进了厌室后 燕哥的工作量暴增 开始前三个月 他差些没把自己打包住进了公司 父亲来抓人的时候 他正买手在电脑前 啊 你怎么来了 夜色蓝蓝 听见推门的声音 燕哥一惊 见到来人 又一喜 父亲大长腿一脉 在燕哥面前站定 皱眉 傅太太 你忘了今晚是什么日子吗 燕哥方才惊觉 啊 对不起 我忙忘了 今天是他们两人结婚一周年的日子 早些时候 苏苏问他 两人的结婚纪念日要怎么庆祝 他玩耳嘴上说着不在乎 心底却悄悄开了花 苏苏见他眉间情动 心下了然 女人啊 一旦陷入情网 当初立下的flag早就忘光光了 不过 见到好友感情 婚姻顺遂 苏苏也为他感到高兴 希望往后余生 他的小鸽子一直幸福下去啊 父亲预定了氛围极好的半山餐厅 两人享受了一顿美味 又指手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 一切如丝于月 又天极许甜蜜 夜深时 燕哥从父亲怀里起身 亲手亲脚入了洗衣间 地柜最顶层的位置 收着一瓶药丸 一开始为了掩人耳目 燕哥将那些避孕药都悉数装进了 瓶素食用的维生素药瓶中 取下药瓶后 燕哥将盖子取下 全数倒在了掌心 他心底做了决定 从今天起 他会和他一起 期待着两人孩子的到来 其实 这想法在他掘下他后就滋生了 只是那时候他忙着燕氏的工作 高压的工作使他觉得 那时的自己并不适合怀孕 所以停药的决定便拖到了今天 因为知道自己不会再吃药 所以寻思着到了他 只是 你在做什么 未关上的门外站着父亲 他狐疑地望向他手上的白色药丸 燕哥一惊 手中的药丸便散落了一地 维生素 在他的高压注视下 燕哥选择了撒谎 医院 在好友的打量下 父亲递给他一个透明交代 那里 躺着一颗白色小药丸 是燕哥昨晚洒落地上 遗漏在角落里的一颗 这是避孕药 片刻后 一身白袍的余真如是说道 闻言 父亲瞳孔一阵 一股难言的哭涩在他眼底晕开 余真发觉他的异样 问 这药是谁的 只是未得答案 父亲已起身推门离开 他一直以为他不义受孕 也曾想过会不会是自己的问题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竟然暗中服药 他 就那么不想怀有他的孩子吗 回去的路上 父亲抢破使自己冷静 也许 事情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般 他分明看见 燕哥对他并非全无好感 但是为什么 他明明与他说过 他多喜欢孩子 而他 却一次又一次地 将两人可能孕育的生命 拒之门外 余真问他 这药是谁的 他心下自嘲 却无法道出那药的主人 他要如何解释 这药 是他家的父太太的呢 一切 似梦 似朝 只是他仍然抱着侥幸 也许 这药只是他随手拿来 以备不时之需的 可是燕哥的坦诚 还是击垮了他 他说 对不起 这药 自始至终 他一直都有在服用 他猛然醒悟 这一年来 他似乎成为了一个笑话 燕哥看着他跌跌撞撞地开门离去 想要解释 却一下子颓然无力 他想告诉他 他不是不想怀有他们的孩子 他只是一开始不确定两人的未来 所以战战兢兢中 选择了一个 或许能护自己周全的方案 他知道自己很自私 但在未能确定的感情恋前 他丝毫不敢赌 他怕重蹈母亲的覆辙 更怕万劫不复 可是 他在确定了自己的感情后 确定了他 未必对自己全无情意后 他便决定了 不再碰那贵尖的小药丸 只是父亲和厌世的事情 使得他的计划 被延后了几个月 他始料未及 那晚的举动 却惊醒了他 那要倒掉的小药丸 就这样将两人 渐入家境的关系 推入了一个冷冰冰的境地 父亲开始夜不归宿 燕哥长着灯等了他多晚 实在困到不行后 才看看睡去 只是那梦里始终不畅快 梦中的父亲 始终冷如冰霜 任由他怎么解释 他依然不为所动 燕哥等啊等 最终等来了他的一纸离婚协议 还有他相恋多年的女友 回国的新闻报道 荧幕上 他挽着他的臂 挽耳填笑 甚是夺目 必然一对也不过如此 两年后 纽约的冬季 寒风萨萨 从宣告的派对中抽身 燕哥走出室外 动人的夜 使得他不由龙锦身上的大衣 下一秒 又被眼前白哀哀的一片冰天雪地 吸引去了全部目光 直到眼前出现了一双正亮的皮鞋 燕哥顺着那鼻挺的大长腿往上张望 因为那在梦里反复出现的一张脸 正在了原地 傅锦 傅锦燕哥心中那那喊了他的名字 只是在这白血挨挨中 两人相视无言 两久 他听见他有些沙哑的声音 你好吗 燕哥一正 回过神来 我很好你呢 却见他失魂地笑笑 然后答 不好 是啊 他一点也不好 原来没有了他 他才发现 他早已在他心中 种下了无法拔除的种子 破土而出后 愈发茂盛 很心理了离婚协议与他 他又开始后悔 想去取回那纸协议时 却发现他早早签下了名字 那一瞬 他发现自己的心软 竟如丝可笑 他竟然连挽回一下 都懒得吗 他消失的那几天 他心里想着 如果他来找他 说几句软话 他说不定就原谅他了 可惜他始终等不到 他离开后 他强迫自己不再去想他 可是偏偏 他的痕迹 如影随形 病难弃 他不知道 自己是从什么时候 爱上了这个小自己 那么多的女孩 只是惊觉爱上的那一瞬间 他有些哑然 但却不抵触 因为那日夜夜的耳边撕磨 他发现自己 愈发离不开他动人的身体 后来才幡然醒悟 他与他 不仅是身体上的吸引 他的倔强 他的小别扭 他所有的一切 都让他越发沉迷 在爷爷逼他结婚之前 旁人都到他有一个财貌双全的女朋友 却不知因为各自无法割舍的事业 聚少离多 他选择投入了别人的怀抱 而他也不打算瞒着他 他坦坦荡荡 那一刻 他如遭雷击 原来 自己坚守的爱情 早已不知不觉中染了颜色 或许 与其他兄弟一样 做个片叶不沾身的浪荡子 会更潇洒一些吧 酒醉时 他如思想过 只是没想到 却在这时 爷爷说 自小给他定下了一门婚约 是时候旅行了 他哑然 拒绝 以为不过是爷爷的一时玩笑 却又收到母亲电话 爷爷因为他的去婚气得病 重入了医院 爷爷虽严厉 但从小对他极好 他忠实妥协 听从了安排 迎娶了那婚约中的女人 作为傅家唯一的男孙 他清楚知道自己 必定无法逃脱 延续香火的使命 他在感情中吃了败仗 如果他的婚姻 能使傅家上下开心 结婚又如何呢 只是他没想到 自以为的漫不经心 最终将自己搭进了这场 他原本抵触的婚姻中 他知道他离开后 漂洋过海到纽约留学 原本他计划着 等他毕业回国 他必想法使他重回身边 奈何他等啊等 毕业时间都过了 还等不到他回国的影 他遣人去查 差些吓死 他竟然不打算回国了 还在艳势海外的分公司 任了重职 似有长居的打算 他终是慌了 买了最早的机票 一路奔向他 他目光灼灼 燕哥被他瞧得发毛 正打算转身离开 下一秒 却被他抵在身后的高墙 燕哥眸光流转 他一时看入了神 直到他挣扎着要离开 他又将他锁在自己的范围内 自自灼心 老婆 我们复婚可好 尾声 燕哥第一次见到 陆尼本人 是在他回国半年后 陆尼 便是父亲相爱多年的女友 也是他们离婚的前一天 与他相邪 亮相在众人面前的美人 半年前 父亲来找他 说要和他复婚 他想起两年前 爱着他 巧笑倩息的他 始终无法释然 仓皇离开 谁知他不依不饶 开始无处不在 在他眼前晃悠 他说他错了 那年说要离婚 只是一时气急 本想着他若能来说几句软话 他就消气了 谁知等啊 等也不见他 等到他忍不住回家找他时 他却签下了离婚协议 连人也消失了 他说完后 眼巴巴地瞧着他 他差些 就心软了 第二日 却收到国内来电 说是父亲重病缠身 他心下大乱 回国 父亲的病非一日所至 而是今年累积 他六神无主 幸好父亲始终在身边 他终能安心 半年后 父亲的病情 逐渐安稳下来 那日 父亲说准备了惊喜给他 他心中闪过那念头 却不敢肯定 挟着坠坠不安的心来赴约 只是在餐厅包厢 见到陆尼的那一刻 他脸色骤变 陆尼却轻易地挽上他 笑意盈盈地解释 父亲拜托他 今天一定要来 因为他说 有个傻姑娘 一直在误会 他与前女友纠缠不清 始终不肯再次牵起他的手 他正愣 回首望他 他委屈点头 眼底深情 只为他一人盛开 原来 原来他都知道了 陆尼离开后 父亲走近他 将他陷弱的身子揽进怀里 为自己的后知后觉抱歉 对不起 是我该死的举措 把你推开了 幸好他没有等到 七二八时才发现 幸好他去找了 他那最好的朋友苏苏 燕哥下巴枕在他肩上 听见他胸膛处 传来一声又一声 强烈地跳动 他眨了眨 湿漉漉的眼 说 你可以再说一遍 在纽约那时 你问我的话吗 父亲胸腔一震 然后松开拥紧他的手 惊喜地看着他 老婆 我们复婚可好 好 傅太太 我爱你 我也是 傅先生 致说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